因为市长是没有实习生这个位置 历任市长都没有 所以他是第一个实习生吗 他是第一个实习生 那第一个创设这个位置的人 当然一进来一定会 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嘛 那里面也有公务人员啊 所以那公务人员看了就越看越怪 后来发现说 他跟他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那这关系是什么 后来我们就去查了 那时候我去咨询的时候 事实上他很 我觉得很糟糕 就是因为我咨询的时候 他因为知道我要咨询 因为我们都会调资料 然后看到我要咨询的时候 他把橘子挂在社会局 当机要 占机要的缺 但是人却是在市长室当实习生 这个很恶劣 但是那个机要的缺的话 起码起跳 一进去就四万五起跳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可以占社会局的缺 社会局本来就可以放一个机要 来好好做事 那你占人家这个位置 然后居然人摆在市长室 就很夸张嘛 所以我那时候就特别直询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想要从柯文的嘴巴里面讲出 到底真相是什么 就他自己也承认啊 远房亲戚啊 然后他跟我讲说 我说他要做什么 打扎的 其实我要讲 这件事情后来跟我爆料的人 是跟我讲的 其实他是透过 他本来就是刚刚依善讲的那样 是在青年论坛里面当志工 那后来呢 其实因为柯妈妈跟杜聪明 就是他这个局职的阿嬷 还算蛮好的 没有 表姐啦 对对对 所以他知道他是柯粉 然后也从他阿嬷口中知道是柯粉 那是柯 那是柯文 那是柯文 你还把我安排你去 帮你身边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跟 刚刚讲的嘛 其实跟蔡壁如的关系 当然大家还是会有点防范啊 那有时候蔡壁如跟他是不同调 所以他放一个人在柯文哲身边 然后当作他伺服的一个眼线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执行的时候 后来大家去罰 跑去问柯妈妈 柯妈妈的姨父很不屑啊 他就说 你许叔啊 你管这么多干嘛 去嫁人家一嫁就好了 他跟你说 对对对 他们就说对啊 他直接回呛我啊 你问的是市政的事情 是 没错 他叫你去嫁人 对 他说叫我嫁人嫁人 然后因为他毕竟是长辈 我爸妈也好好教我长辈 我们不要武力长辈 所以我就没有回应他了 橘子这个角色 怪怪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资深议员 俗华 早就觉得很奇怪了 你是2021年发这个文的嘛 对不对 易战 你是2021年发这个文 觉得说什么橘子 离子什么的 逗来逗去 但是呢 俗华这个咨询的这段影片 很多人现在花出来说 先知 先知才会发现说 这个橘子怪怪的 先来听一下咨询内容 挂在社会局的 社会局的那个基要 他叫你阿伯耶 没有 他每个都叫阿伯 很远的亲戚 很远的亲戚 很远的亲戚就来到你办公室 当实习生 现在到社会局又当科员 变正职的人员 他不是科员 他是社会局的基要 他的专业是什么 基要 基要哪有什么专专 基要就是 打杂的 基要这么多 你怎么会发现到 这个局子特别不一样 你甚至利用咨询的时间 来问他扮演什么角色 因为其实一开始 他进来市长 当实习生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人爆料了 因为市长是没有实习生 这个位置 所以他是第一个实习生吗 他是第一个实习生 那第一个创设这个位置的人 当然一进来一定会 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那里面也有公务人员 所以那公务人员看了就越看越怪 后来发现说他跟他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那这关系是什么 后来我们就去查了 那时候我去咨询的时候 事实上他很 我觉得很糟糕 因为我咨询的时候 他因为知道我要咨询 因为我们都会掉资料 然后看到我要咨询的时候 那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可以占社会局的缺 社会局本来就可以放一个机要来好好做事 那你占人家这个位置 然后居然人摆在市长市 就很夸张嘛 所以我那时候就特别直询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想要从柯文的嘴巴里面讲出 到底正向是什么 就他自己也承认啊 远房亲戚啊 然后他跟我讲说 我说他要做什么 打扎的 其实我要讲哦 这件事情后来跟我爆料的人 是跟我讲的 其实他是透过 他本来就是刚刚依善讲的那样 是在青年论坛里面当志工 那后来呢 其实因为柯妈妈跟杜聪明 就是他这个局职的阿嬷 还算蛮好的 没有 表姐啦 对对对 所以他知道他是柯粉 然后也从他阿嬷口中知道是柯粉 这样是柯 这样是柯粉 这样真好啊 所以就把他安排到 跟柯文哲讲 你要把我安排你去 放在你身边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跟 刚刚讲的嘛 其实跟蔡壁炉的关系 当然大家还是我也有点防范啊 那有时候蔡壁炉跟他是不同调 所以他放一个人在柯文哲身边 然后当作他师父的一个眼线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执行的时候 后来大家去 跑去问柯妈妈 柯妈妈的姨父很不屑啊 他就说 你许叔啊 你管这么多干嘛 去嫁人家一嫁就好了 他跟你说这样 对对对 他们就说 对啊 他直接回呛我啊 你问的是市政的事情 是 没错 他叫你嫁人 对 他说叫我嫁人家 不名其妙 然后因为他毕竟是长辈 我爸妈有好好教我 长辈 我们不要武力长辈 所以我就没有回应他了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 其实我要延续这个 那个我们意义上讲的 所以你戳到他们的点了 戳到他们讲这种话 后来我们有去调了 你知道吗 那个实习生的位置 从柯文哲上来以后 确实有实习生 后来我们去看了 这个是等于是有征选的实习生 就是我们有在网络上去 透过征选的实习生 大概总共有七名 里面呢 没有橘子的名字 然后里面也没有 大家那时候在媒体发现的 那个交信的名字 这两个又是一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对 又是照不到的地方 等于为什么会这两个进来 然后这两个人关系 一个跟柯文哲是这个亲信关系 然后一个呢是财团的孙子吧 这个很奇怪啊 那到底你这个实习生制度是什么 所以他隐藏在背后的 其实在这八年当中 后来我慢慢发现 这八年当中 其实实习生这个位置 已经被柯文哲用到烂了 因为我们的实习生是这些 你看哦 他们要从事都是海外的 这个一些协助的工作 比如说我忽然间有一个 要拜访的行程 然后可能需要一些人 公主在来实习来帮忙 那这些人其实都负责 海外的一些业务 所以总共有七位没有错 这次七位 没有包含那两位 所以艾恩坎德还很多 没有橘子也没有交加 对 也没有交加 都没有 所以呢 这个不是在名单内的 所以我们认为说其他 但是这是透过 他所谓的公开透明的程序 对 这个是公开的 他就是一个公开透明的一套 对 私底下塞了多少人 没有人知道 是 直到你咨询问的时候 他觉得打杂而已没什么 然后后来过门多久 又来一个交信的同学又出事了 那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柯文哲是把这个 实习生的位置当做什么呢 当做他网罗所有的企业财团 儿子 孙子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说我今天你儿子来这里 你孙子在这里 那当时候政治现金呢 一定会过来嘛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他已经二零一九年的时候 他就想要选总统这件事情 所以从他的五大弊案 后来变成五大案 我就觉得怪怪 后来我们去调任何的资料的时候 他全部借用我们在打这个弊案的时候 后面自己去跟财团一直友好 然后甚至把财团的这些人脉关系 全部网罗进来 其实俨然就是一步想要选总统的 大位的这种态势 他甚至在选举的时候狂言说 有人叫我说我退算的位会让我两亿美金 我们在想说这是在说什么 所以他现在看这个样子 一九倍来对两亿美金 可能也不是算天价了 对不对 而且在我们坦白讲 在那段时间 二零一九年以后 他后来跑了一趟美国 然后去建了 其实后来要求乔林去帮他安排建川普的 当时超川普总统盘的那个公关公司 如何经营社群媒体公关公司 一回来以后就把邱玉凯找回来了 当时邱玉凯因为他官说的关系 后来他被被请出来 请出那个市府团队 后来又回来了 那回来就开始在帮柯文哲处理网军的这一块 应该是说网路的一些资讯 我们不要讲网军 网路的资讯这一块 进来的时候 他其实就有意要选总统 而且那时候我也听某些企业朋友 后来跟他有一些不愉快 他们讲说当时每次他就叫我们 这个网路公司买下来 那个网路公司买下来 都用公司的名义去买 都要求 比如说我有事情要拜托你 然后他就会要求用这个方式 你说财团有事情要拜托柯市长 他就说那你去把这个公司 这个网路公司买下来 这是你所认识的财团告诉你的 他们心里很不想要去买这个网路公司 后来他没有买 因为他也不想处理了 因为他认为说 如果是用交换条件的话 那就不需要了 他本来想说陈琴 公仆服务人民 包括财团是应该所做之事 没有想到柯文哲这么敢开口 你这个朋友就干脆不澄清 他就不要了 他就不处理 我就依法处理 我就不要去找你市长来澄清了 反正你们可以过就过 不能过就算了 所以他们后来才做这样的爆料 才私底下讲给我们听 那我是觉得 从这些朋友的口中 听到这些讯息 就觉得柯文哲他这个人 其实他还是蛮在意 第一个他在意要选总统这件事情 第二个他蛮在意金钱的问题 所以有一些朱斯玛西看得出来 那至于举止这个角色 我刚刚再补充一下 那个谢明珠 因为后来 我后来在选举的时候 其实我们办一些 女律的论坛 后来他看到我 因为他知道我们在议会 质询我们的状况 所以他跟我讲说 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民意代表 那有些事情 他后来就跟我报了一个料 他说他为什么会离开 为什么会离开这个 柯市府团队的最大的原因是 有一次他 因为他柯文哲处理 有些事情他并不是很认同 然后他又一直把 谢明珠当作是绿营的 有好关系的人 所以对他还是有一点距离 后来有一次他不要跟他提什么事情 他谢明珠认为这样不妥 有建议他 后来他就很生气地跟谢明珠讲说 雍正有正大光明的雍正 也有暗黑的雍正 你不知道吗 然后他说暗黑的雍正 好他就知道他要干嘛了 我只能比这个姿势 所以他一直自诩自己是皇帝 他说有正大光明的皇帝 有大家就很喜欢的皇帝 也有暗黑的皇帝 你不知道吗 所以后来他就知道 原来有暗黑的皇帝 那他了解 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地 离开了柯市府团队 道不同不相为 对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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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